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9回 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两位修仕同样将挑战的时间拖后了 在他们看来,还是先让他人上去试一下,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七号老者神色动了一下,缓缓念叨了韩丽的号码 韩丽默然不语的走了出来,伸手一指,点了一名修为六层的对手 那名修仕是名壮硕的汉子,见韩丽没有退缩还选了他 顿时争鸣的一笑,大踏步的向平台走去 韩丽呢,则相反的漫步而行,仿佛在思量对策一样 随着壮汉和韩丽的身形在白光中消失,所有人都关注的望着平台方向 铸鸡鸡的老者则闭上了双目,似乎仰起了神 但一会儿之后,面皮微动了一下,接着浮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有点诧异的睁开了眼睛 接着,一个人影在白光中出现在了平台上 众修士急忙凝神望去 只见白光消散之后,那个人竟是韩丽 只见他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 但是一只手却倒托着浑身交糊的对手悠闲的走了出来 一副轻松无比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不光同为挑战者的羞是惊呆了 那些剩余的被挑战者更是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至于老者身后的那位文强,嘴巴张得老大,一时无法合拢啊 韩丽将这位还有一口气的对手往老者跟前一放 就顶着各种惊异的目光,悠哉悠哉的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而其他的挑战者一看到这儿,都情不自禁的往四周让了一下 露出了一丝敬畏之色 见到这种情形,韩丽心里边冷笑了一声 看来啊,无论到了什么地方,还是用实力说话最管用 也许是韩丽的意外大胜,给了剩下的支人取胜的信心 结果后面的几个人都没有避战,直接挑选了对手大战了一番啊 但这几个人无一不落了个重伤的下场 见到此景,前几位挑战者惊骇之下 彼此啊,彻底打消了好胜之心 最后一和解,竟然纷纷的弃拳了 毕竟明知不敌,那还要硬上 他们又不是脑袋被驴踢了 如此一来,老者当场宣布 只有韩丽一人替顾家取得了大导刑伤的权利 然后,老者将一块蓝色的玉碱交给了韩丽 说将它交给顾家人就可以了 接着,老者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所有的修仙者都被其不客气地轰出了大厅 到了走廊里边的时候 当韩丽将蓝色玉碱交给了顾东主手上的时候 脸色的神色真是精彩万分啊 先是有些不羡 接着诧异,最后才是狂喜啊 韩丽,顾某感激之言,就不多说了 您尽管放心,顾家许诺的条件 绝对会给仙师办到的 说完这句话,汉利,顾东主和王长青已经坐着售车 在返回顾家庄的路上了 他虽然满脸感激地说这话 但双手却死死地搂着玉碱 生怕他飞了似的 看起来那模样多少有点好笑 我相信顾先生不会做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 特别是对一位修仙者来说 韩丽背靠着售车的车臂,微微一笑说道 听到韩丽这似乎略带警告的话 顾东主和王长青神色一白,连声称不敢啊 不久之后,韩丽就回到了山丘上的木屋内 而屈魂呢,老实地守在那里 韩丽只在屋里边再练了三天的气 那王长青就又找来了 这次呀,他是来通知韩丽 可以去仙山上的登仙阁 办理奎兴岛永久居住的资格 顺便还要给韩丽确定下来修炼之地 毕竟每一个在岛上的修仙者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洞府 虽然因为没有参加灵地争夺大会 能得到的地方肯定灵气稀薄一些 但总算可以有修炼之地了呀 韩丽揣着顾家给的画压过的担保书 玉器直往魁星岛的中部飞去 屈魂虽然还是留守小屋啊 一路上韩丽飞过七八座城市和数十个小镇 终于望见了王长青所说的仙山 那是一座高耸如云的青色巨山 三座高耸如云的山峰直插云霄 看起来真是威额耸利气势磅礴呀 预风下的小山峰那更是不计其数数不胜数 一眼望去 韩丽根本不知道这个山到底有多宽广 韩丽呆呆地瞅着所谓的仙山有些发呆了 诶 这不是韩道友吗 韩丽微微一惊觉得有些耳熟的声音 急忙回头一看 只见在身后不远处 那位文文弱弱的文强正满面是笑的望着他 脚下呢踩着一个轮子一样的飞行法器 哦 原来是文道友啊 真是巧啊 是啊 我也没想到会遇见道友 诶 对了 道友竟然能击败护卫队的修士 我真是佩服至极啊 什么 护卫队 韩道友 你们挑选的实名修士 其实都是那些大户从本岛护卫队中 花高价聘来的临时打手 他们每个人虽然修为不高 但因为经常出海搏杀妖兽 还和其他岛的修士争斗切磋 所以论对敌的经验和手段 可比普通的修士强太多了 别说是修为不如对方 就是修为比他们高上两三层的普通修士 败在他们手上 那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啊 没什么 韩某只是侥幸而已 论斗争的经验 他自问也不少啊 对了 道友到这里来 是想去登仙阁办什么手续吧 文道友猜对了 在下的确想办理岛上定居的手续 并顺便想挑一块修炼的牺牲之所呀 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韩某当然就神色坦然的讲了出来 登仙阁在下去过数次了 不如在下给道友带下路 反正顺路吧 否则这青云山如此大 还真不轻易找到啊 见对方如此的主动热情 韩力威愣了一下 就连声称谢 于是两个人并肩向前面的大山飞去 你看 本岛的这座青云山呢 除了天柱峰 天宵峰 天门峰三大主峰之外 这还有小山峰三百六十七座 各种大小洞穴和山谷 那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说能修炼的地方很多呀 一边向前飞着 这小伙子一边滔滔不绝的 给韩力介绍着眼前的山脉 当然了 虽然青云山大部分的地方 都在一条不小的灵脉上 但灵气的浓稠程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呢 越高的山峰 它的灵气就越充足一些 于是三十六座灵气最浓的山峰 就成了本岛十年一次的灵地挑战对象 凡是觉得修为 比这三十六名山峰之主更高的人 就可以任意的挑战他们 剩下了人呢 就可以入主这个山峰了 而其他的山峰 灵气相差的不怎么大 一般呀 只要有修士进入了住基期 就可以自动获取其中一座山峰 作为修炼之地 至于炼气期的修仙者 就只能老实的找一些山谷和洞穴之类的地方修炼了 哎 这住基期可以独自拥有一座山峰 是啊 不过本岛的住基期修士已经将其占据得差不多了 我们这样的炼气期修士就不要想这种好事了 哎 对了 那三座主峰这么高大 上面的灵气岂不是更加的充足啊 那是当然 最高的那座天柱峰就是本岛的灵眼之地 是岛主木龙真人的修炼场所 不准其他修士进入的 听说本岛主可是结单中期的修为 神通厉害的很啊 而天门峰和天宵峰则是两位副岛主 援君真人和侃秦真人的洞赋 虽然说比那天柱峰差了一点 但是啊 灵气同样胜过其他地方好几倍啊 这文强说着说着 脸上露出了几分羡慕的神色 文道友 两位副岛主也是结单期的前辈吗 啊 两位副岛主不但是结单期初期的修士 而且啊 还是一对双修的道旅呢 听了这话 韩丽不经意的 清真的咒了一下眉 一个魁星岛 竟然就有三名结单期修士 还真出乎了他的意料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韩丽正暗自琢磨之际 已经和文强进入了青云山之中 偶尔还遇见几名同样玉器飞行的修士 但是他们呢 只是冷淡的望了两个人一眼之后 就自顾自的飞走了 半可中之后 韩丽终于在文强的带领下 飞进了一个比较高的山峰上 在封顶上有一座两层高的小阁楼 这个阁楼呢 也不知道修建了多久 外表不但破破烂烂 而且陈旧无比 在门上还挂了一块缺了一角的门扁 上面写了三个歪歪扭扭的黑字 登仙阁 看到此处 韩丽就是一愣啊 哎 这里就是 虽然已经瞅见了招牌 韩丽还是不能置信 不禁牛脸向文强问道 虽然不想承认 可这里的确就是登仙阁呀 青年露出无奈之色 两手一摊说道 好了 我就送到这儿吧 哎 另外呀 负责登仙阁的前辈 脾气可有点怪啊 道友要多注意点 青年向韩丽挥挥手告辞 并在临别的时候传声告诫 韩丽淡淡的目送青年消失 不经意的摇摇头后 就神色如常的降落到了阁楼前 缓步走了过去 但他刚走到了门前 耳边就传了一声 有点阴厉的声音 进来吧 门是沿着的 听了这话 韩丽心里一领 但毫不迟疑的走进了阁楼 走进阁楼内 韩丽目瞪口呆了 这里面竟然和阁楼外表截然相反呢 被装饰的可以说是富丽堂皇至极 你看那地上 铺着火红闪亮的珍贵丝绸 墙壁上则香金欠玉 无数亮晶晶的宝石在上面闪烁不停 还有几株 韩丽根本不知道是何品种的艳丽花草摆放在阁楼的角落里 而韩丽对面放着一张古怪的石床 这个床蓝蒙蒙的放着一光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成的 但肯定是珍惜异常之物啊 在上面呢 则半躺着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人 这个人身穿火红炫目的皮袄 双手搂抱着一颗白色的巨大珍珠 正淡淡的望着韩丽 前辈好 在下是办理定居手续 请问前辈负负责此事吗 韩丽暗纳下心中的恶然 宫山师一礼宫紧的问道 顶鸡 有宝人吗 有 韩丽马上将顾家人给的那份文书拿出来 并上前两步交予了对方 他可不敢小看这个人啊 因为对方身上的灵力波动 清楚的告诉他 这个人可是一名铸鸡后期的强大修士啊 中年人啊 接过了韩丽手中的画牙文书 瑞维一扫就放了下来 然后目光金光一闪 打亮了他起来 我听说岛上来了个新修士 以五层的修为就打败了护卫队的人 不会就是你吧 中年人单手抚摸了一下怀中的珍珠 有些漫不经心的忽然问道 听到对方如此一问 韩丽心里微惊啊 口中连忙谦逊的说道 晚辈只是侥幸而已 当不得真的 侥幸 见对方这般神情 韩丽按照了一下眉 同时啊 心里有些疑惑 这场鄙视只是数天前的事情 此人是如何知道的呢 仿佛看出了韩丽的不解 中年人呢 将身上的皮袄紧了紧 就不动声色的说 被你击败的那名护卫队的家伙 正好是我一名不成奇的弟子 哎 竟然败给了修为比他还低的对手 我已经让他面壁去了 以作惩戒 一听这话 韩丽先是一愣 接着就苦笑了起来 这未免太巧了吧 难道此位想替他徒弟出气不成 韩丽想到这儿 心里边有点不安 放心 这只是你们晚辈之间的事情 我是不会以大欺小的 哎 但五年后 我希望你能再和我那不成奇的徒弟 比试一场 无论输赢 我都不会追究此事了 既然前辈有此要求 晚辈当然不会拒绝的 韩丽心里一松 口里马上答应了下来 见韩丽应允得如此痛快 中年修士先是一愣 但随即露出了满意之色 好吧 下面我给你办理一下顶居的事情吧 中年人手上白光一闪 珍珠 默然消失 然后他坐起身子来慢慢的说道 这所谓的定居手续啊 倒很是简单 中年人从身上摸出一块金色的手册 将韩丽的名字写在上面就可以了 当然呢 韩丽当初进港的时候 那个绿色腰牌自然要被收走 而焕发给了另一种蓝色的玉佩 只见这个玉佩 蓝光闪闪 竟还是一件低阶的法器 听中年人说呀 这个东西具有小幅的避水效果 套也实用得很 但是接下来 中年人从身上又掏出一件银色的画册 抛给了韩丽 拿着 上面凡是有金光的地方 是已经有人住下了 白色的则是空着的可修炼之地 你自己选吧 中年人呐 这似乎身体不大好 几句话稍微说急了一点 就不停的咳嗽起来 一副重病在身的样子 韩丽接过了画册缓缓敞开 发现那里边金光和白光交相辉映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不过闪光的地方 都集中在了地图中心处 那一大片青色区域 此时哈利才知道 青云山所占面积之广 还是远超他的想象之外的 中间的青色区域 竟占了整个岛屿的四分之一还多 哈利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白色光点 不禁半眯起眼睛 凝神细看了起来 和金光相比啊 白光显然多出了大半 不过白光的闪亮程度显然不相同 有的耀眼至极 有的呀 只是发出那么微弱的光芒 那些标注是山峰的地方 十分的刺目闪亮 但哈利根本不考虑这些地方 因为耳边响起了中年修士的补充话语 各种山峰练气旗修士是没有资格圈选的 其他的地方则没有这个限制 只要是白光的地方都可以 这倒和姓文的青年修士 告诉哈利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剩下的则就是一个个天然山谷 洞穴之类的白光暗淡许多的地方啊 这要是没有一个灵气的地方 自己炼丹种草药 还有自己的修为该如何是好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二百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